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经验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还在长得帅吃香吗? 迁徙世代的女性,交友观察决胜点 你可知道 今天来聊聊关于说迁徙世代 俗称所谓的Y世代 范子,所谓的范子就是1982年到2004年之间出生的人 就是号称为迁徙世代 我现在讲的是比较广泛的 那比较狭隘的,有人说是2000年过后是迁徙世代 但是,就是网路资料统计是1982年到2004年出生的 就这些人呢,是伴随着网路长大的时代 他们的生活啊,交友啊,爱情观啊 都受到网路社群的影响 那今天就分享迁徙世代的女性在意的交友决胜点 这六点你是否采雷了呢?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也要来分享一间小摊饭 它是位于芝山站的美食 叫做月芝烧红豆饼 它那个芝其实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月芝烧红豆饼 这间位于就是天母远东搜狗白窝后巷 它有个人啊,巷子后面有个小摊贩 叫做月芝烧红豆饼的摊贩呢 我之前其实就是有去天母搜狗就经过 然后很多经过,我说这间店装潢得很可爱 就很日系,就是木质地哦 然后就是摊贩的造型也是非常的gordry 然后很文清风 那那时候我经过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法 直到前阵子,因为我就是家里 这么随便的故事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家里的坐垫有点就是软掉了 因为它已经用了十几年 那个软垫呢是无印良品的 在此真心有推荐给你 无印良品的坐垫 诶,真的很耐用 而且它的那个弹力依旧 但是我就觉得说一个不够 然后就去买了第二个 好,就是反正anyway 我就去远东搜狗想要去买 无印良品的仪垫 但是再补充一个很无聊的故事 远东天母搜狗里面 其实已经没有无印良品的柜位 所以如果是大士林地区的朋友 你要买无印良品的仪垫的话 或是你要去无印良品的话 你只能到周遭的大业高岛屋 好了,分享完这我仪垫的故事之后呢 重点就是这间位于之山站的红豆饼店 它呢,其实在地人很爱的一间特色的红豆饼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那天就是要买那个仪垫 然后就是去了天母搜狗 那就是至少铺空 但是我还是去买了这个红豆饼 因为刚刚那天经过小排队 想说到底有多好吃 那我就看到他们家的所谓的菜单 它的菜单单还是有一些基本款的 奶油、红豆啊、芋头、地瓜、菜脯之外 这就是单点,就是里面那些只有一种的话 它也有所谓的双拼 双拼有什么芝麻牛奶、肉松牛奶、起司牛奶 还有所谓的起司培根马铃薯 这些特色他们自己自创的 所谓的车轮饼也好 或是你要说它是红豆饼也好 但这间就是日系红豆饼 我想说日系跟台式的有什么不感款之处呢 然后我就买了之后,我就咬了一口 你知道我一咬下,我真的非常的惊讶 惊讶在于说它的饼皮 不是像我们吃的那种台式饼皮 是那种有点软的 即便你放久之后,它那个脆的感觉 也就是你知道一咬它就会立刻的陷进去 但是日式的红豆饼呢 它外皮的脆度就是宛如法兰酥 你知道什么是法兰酥啊? 圆形的,然后两个薄皮 那个硬度耶 因为你咬下去想说 怎么会脆成这样 想说我的伤害是不是要被割伤 就是没在开玩笑的脆 那它的价格呢 就是单一种内馅的话是18块 特殊口味 就是我刚刚说的双拼是什么23 最贵的是25块 就还可以接收的范味 那我那天点的是它们的奶油口味 里面的奶油跟奶酱非常的足够 加上它外面的饼皮是那种脆脆的饼皮 跟有别于台式的那种 就是我们吃的那种所谓的车伦饼 或是红豆饼来说 就它的口感的层次是你咬下去那个会卡兹 那个脆饼的感受之外 里面的内馅我觉得也是比较偏 牛奶味比较重一点 台式的 我吃台式的那种所谓的车伦饼 里面的内容物都是偏比较黄一点 那你就会觉得它那样比较偏 就是cream 真的比较像那个卡士达这样的味道 但是日式的这个比较偏 牛奶味比较浓一点 就是各有偏好 但是就是吃起来特色不一样 所以让我蛮惊艳的 算一个要18块 对比就是台式的车伦饼 贵一点点 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且它的内容物是很扎实 就是吃的会是会饱的 那我看到 真的蛮多在地人很爱排队 就是学生族群之外 我那天去买的时候 看到蛮多上班族下班之后 也会去买来当点心 就在此的推荐给你 我觉得它口感跟一般台式 就真的很不一样 而且它的口味也很多 有所谓的很多的双品 如果有经过的话可以去吃吃看 那详细的资讯呢 我放到其实你应该的限动24小时 之后放到街边小吃的栏位去 大家可以按图索地去吃吃看咯 但是讲到这里 还没加IG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 赶快去加IG 赶快去赞一下 其实你应该的IG 限动才看到一些最新的资讯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 还在长得帅 就是很吃香吗 我跟你讲 千禧世代的女性 交友很重视 怎么样的观察重点呢 第一点就是 有在玩抖音的男人 其实他们真的是 避之唯恐不及 在欧美国家崛起 或是所说的中国大陆 就两个版本的抖音平台都很红 但是在台湾的用户呢 就是台湾人在用抖音的 普遍来说都是那种国小国中 或所谓的高中生 在学生族群比较夯 抖音的主打 就是所谓的短影片这个设定呢 看在是我刚刚说的 千禧世代的女性 就是已经出社会的女性的眼中 如果这个男生 这个对象 还在玩抖音的话 除非我们先撇除 他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正直 他是个自媒体 或是他就是一个宣传的平台之外 如果你是一般的普罗大众 但这个你的 你发现他的 就是他的账号里面是 他有玩抖音 不是说单纯看而已 而是他自己有在拍 他自己有在拍抖音 但他自己有在发自己的经营 maintain力的抖音的账号的话 很多女生其实会NG的 就他们会觉得 有点太可疑 太做作 因为觉得拍这个 真的有别于 其他的社群媒体 你要真的花心思去 你知道拍摄 还要想一下什么运进 在约会时 如果让女生发现说 这个约会对象既然 这个男的既然手机里面 有抖音就算了 他还有在maintain这个账号 还要叫他加他的账号 说 我有在玩抖音 你要不要帮我加一下我的账号 他内心真的会打口分 而这是第一点 有在玩抖音的男人 迁徙世代女性真的 心里会默默给一个小小的差 其他第二关于说 长得算还吃香吗 迁徙世代的女性 在意的交友 决胜点呢 就是在于二 看不懂那种 迷阴梗图的男人 他们也是觉得很NG 你知道幽默感 对于女生 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很重要 他们觉得 你知道找一个伴侣 首要的条件 就是除了相处 或是三观合之外 所谓的幽默感 也是时至今日 他们很重视的 那今天已经到 时间已经走到2022年了 如果男生 就是对象 还看不懂 所谓的迷阴或梗图 就是你丢一些很有趣的 或是很白痴的那种梗图 或是那种 迷阴给她的时候 她看不懂 你要跟她解释 她无法了解 各种的那个 滋味跟趣味的时候 那如果本身 女生就是一个迷恋 这种 所谓的图战啊 梗图连发的女孩儿的话 她就会觉得说 我真的是 你知道 丢图给你 没有回应 像是石城大海一样 话不投机 哪伴许多 毕竟她可能 就是在那个 好友群属里面 就是传得很热络 每天都一定要来一些梗图 来滋养自己的内心 但是 她如果跟一个 就是完全不懂梗图 迷阴的男人约会 甚至是交往的话 她明明就觉得 这很好笑 很想分享 但是对方完全不懂情趣 不解风情的话 她就觉得 这个人生一大乐视 你这样没有办法参与 她就觉得很可惜 而这也是有可能交往 所以她就觉得 这样的人 我没有办法跟她交往 的一个小小的原因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还在长得帅吃香吗 迁徙世代的女性 更在乎的交友 决胜点呢 就是三 他们很在意那种男生 会花大钱 解锁所谓的 什么only fans 什么之前还有什么swag 或是斗内 就是你知道 一些直播妹妹 她很爱斗内的男人 虽然人类 终究也是个生物 所以识色性也 乃是平常识 但是倘若一个男人 如果你知道 正是没半片 但是他整天 就在花钱解锁 一些only fans 而且花大钱斗内 花大钱买一些swag的账号 满脑子就是想到 你知道幻想 女孩儿就是 尿尿的地方 而且过头了 如果他真的是 赌神家 很多人真的是 刷卡刷报 在抖那一些直播主 如果女生在约会的时候 发现他的对象 是这类型的男生的话 真的是 虽然内心可以理解说 好啦 他可能就是他的兴趣吧 而且花他的钱 就可以理解他的 性上面的这个喜好 但是如果有人 就是刷卡刷报 或是整天 就在划这些东西的话 女生还是会在意 就是说 你应该要分清楚 生活工作跟 性需求的轻重缓急 如果你花大钱 在这些虚拟的直播主上面 或是看一些情色片之类的 我觉得偶以为之是情趣 但是如果全部的重心 都摆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 如果他真的跟你交往 他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你知道 心思都在那些东西上面 不会在实体的女友上面 所以他也会在意这一点 那这是第三点 加第四点关于说 还在长得帅就吃香吗 我跟你说 千禧世代的女生 交友观察 决胜点四 就是 不会玩IG 只会用FB的男人 或是不用社群的男人 有些现在的千禧世代的妹妹 就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 手机不离声 他们出生的年代 网络就开始慢慢的窜起 所以网络对他们来说 就是跟呼吸一样 就是自然的事情 FB等于是伴随着 他长大成人的一个软体 有些那种 现在二十几岁 三十岁出头的人 他真的是从国小 就有所谓的FB 所以他不可能没有账号 但是年轻的时候 可能多创几个分身小账 方便转换身份 参加活动之外 如果走到了2022年 眼前这个对象 这个男人 他可能还就是死守着FB 他就不用其他社群软体 或甚至他不用任何社群的话 他连IG都不用的话 而且很多女生 现在交友 用交友软体在认识人 他第一句话就问说 你有没有IG 那如果跟他说 我没有IG 他就觉得说你在骗他 或是他就觉得说 哪怕你真的没有用 他也会对你充满质疑 说你是几岁人 你怎么会没有IG 就对于迁徙世代的女生来说 就会觉得说 你要不就是长辈 要不就是 你就是真的是很落后 或是你就是本身 是不玩社群 你跟他是不同世界的人 所以也稍微要留意 如果你本身 不玩IG 只用FB的话 你有可能就是会被一些 年轻的妹妹定位 就说 你可能就是 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而且现在我跟你说 现在IG已经又被定位 也是长辈了 因为现在对于 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觉得IG是老人在用的 所以也不用太嚣张 IG现在的使用者 年龄大概也是二三十岁 十几岁的 那应该用什么小红书 或是有更新的软体了 接下第五 关于说还在长得帅就吃香 千禧世代的女生 交友观察决胜点呢 就是五 通讯软体 不会用表情图好的男人 他们也觉得 这样的男生不OK 因为文字是死的 没有情感 没有情绪 所以对于千禧世代的女生 他们真的会花大钱 买那个贴图 或者是聊天的时候 一定要一堆表情符号 来告诉你 他此刻的情绪为何 如果用通讯软体 或用交友软体 来跟他们聊天互动的时候 绝对 绝对他们一定会用 所谓的贴图 来辅助他的情绪 而且很多 我认识身边有些人 就是所谓的贴图富翁 他还会去买那种 吃到饱的贴图 他就用很多大量的贴图 他的贴图就是 刷过去 可能要刷很久 才能够刷完 因为他们买的贴图 已经多到无穷无尽 没有尽头这么多 那更不用讲 如果你本身 是不买贴图的人 也没关系 他内进有所谓的表情贴图 那如果你本身 在跟人家聊天 就是偶尔你 同一句话不客气 你加个笑脸 或是加个生气 或是加个什么 质疑或怀疑 其实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 善用表情贴图 在聊天的时候 能够更 词能够达到义 而不会词不达义 所以 对很多男人 如果不用表情贴图的话 好像女生也会受不了 就是说 跟你聊天好无聊 好像跟长辈在聊天 而这就是第五点 接下来第六点 关于说 迁徙世代的女生 在意的交往重点 就是六 如果你还在酸 谁谁谁 很娘 的话 就是那种性别意识 非常的 没有概念的人 已经来到2022年 对于那种 还在怀抱传统 男女就应该 要长怎么样 就应该要拥有 怎样的气质 的男生来说 就是觉得 男生应该就有 男生的样子 或是 他即便 就是交往的 对象是异性 但是在女生面前 如果还是会讲出 那种很 就是性别刻板 印象的话 而且还会善笑 或是说嘴 别人说 你看人那么凉 或是那个人怎么样 或是批评 某些艺人 或是说一些剧 或是电影 之类的 他们就是会觉得 你真的 你的意识形态 很过时 而且他们还会觉得说 有些男生 好像更夸张 你是个大男人主 就是男主外 女主内 所以他如果 跟他在一起的话 你之后 就是要回归家庭 或者他们就觉得 你还是要那种 传统女性的 那种温良公俭浪 听到这里 那个人 就现在已经受过教育 然后本身又是很开明 然后又独立自主 新时代女性的 迁徙时代女孩儿 他们可能就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跟你 就是继续的 生谈下去 我没有办法跟你 继续认识下去 因为他们就是 支持跟捍卫 LGBTQ的权益 他们就觉得说 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 就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不用再去 讲一些很刻板印象 或是你自己 本身有这种想法 你也不用再讲出来 狼狼的感觉 你自己真的要很过时 所以这也是 迁徙时代女生 很在意的一个点 就是说 这个社会已经这么开放了 你还在歧视 别人的性情向 真的是很不OK 他就不会想跟你 后续有交往跟往来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 六点关系说 迁徙时代的女生 现在的 就是20到30岁 左右的女生 到底 他们在意的 除了基本的内容 什么三高之外 他们还在意什么点呢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当然这一集 就是比较 综合来讨论 它不可能很全面 我也不可能说 每个女生都在意 就是大概小预防针 只是说 现在有些人 有一部分的 迁徙时代的女生 是很在意这些点的 然后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不管你是男生 还是女生 都可以稍稍的检视一下 如果觉得有说中 那很好 没有说中也没关系 那你就知道 听听就OK了 好啦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 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里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资讯跟我联络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从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会去看咯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